大家好,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西方蔓越莓蛋糕 简单好做,酸甜可口 全家都爱吃 首先准备5个鸡蛋 蛋清蛋黄分离 蛋黄中加入60克玉米油 和60克脆牛奶 搅拌均匀 再倒入20克白砂糖 搅拌至化开 再筛入75克低筋面粉 前滑圈搅拌至表面看不见干面粉 再用Z字形搅拌防止上劲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蛋清中加入50克白砂糖 再挤入几滴柠檬汁,开始搅打 先用慢速打至发白 再转快速打发 直到打发至提起打蛋头 呈现鸡尾状即可 然后再把1%的蛋白霜 倒入蛋黄糊中 留下至上慢慢的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再倒入全部的蛋白霜 最后再倒入50克蔓越莓干 再次翻拌均匀即可 接下来再倒入8%的模具中 然后震平表面 烤箱提前预热,上香火150度烤45分钟 烤至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出炉直接放到案板上震一下 放凉之后脱母即可 这样我们的七分蔓越莓蛋糕就做好啦 简单好做,酸甜可口,营养丰富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